哈喽哈喽是倩倩对吗 嗯对我是 今天因为西湖这边堵车吗还是 不是不是我是从外地过来的 因为我对我对象她在杭州 对象对 没有分手吗 虽然已经分手了 有点没改口对对对 倩倩也是就是私信我们的一个粉丝 那你今天过来是想求复合吗 嗯其实结果已经不重要 我就是想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 我们可以怎么帮到你吗 我想让你们帮我约她一起去爬山 爬山你不会很想给她拍照吧 之前我挺想和她爬宝石山看看西湖的 但是后来都没有提起也就没有去城 我们异地六年但是分开 其实不是异地恋的问题 哈喽 不久不见 不久不见 自己还好吗 不久不见 太好了 你知道她今天愿意来要干嘛吗 看她这个 爬山吗 你要拍照吗 不可以 我们会拍的 我们会拍的 有点紧张是吗 有一点 你说爬山有一个规则 慢慢不能急 还好吗 还好 不可以拍照吗 不可以拍照吗 不过以后不会再接着我委托了 就在私心的时候记得写好 就是你们要去做什么活动 或者爬山什么的 体谅 体谅我很好 你偷 你偷小心 小心 小心 我的天呢 我现在才发现 几乎原来真的这么好看 感觉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我现在才发现 我现在才发现 几乎原来真的这么好看 感觉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我现在才发现 我现在才发现 灑脸 有见到清风了过心弦 我需要去做那个惩罚 就是你今天陪我来爬一下 是什么 以后日子还藏着呢 你想爬上 把航桌三全爬了 女生今天还有什么 和男生想完成的事情吗 我今天其实是 有一样东西要给他的 什么东西啊 这个 不是 你不是说都已经过去了吗 你怎么还在意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我们还是算了吧 我想问一下 是什么事情已经过去了 之前他跟他学姐搞暧昧 被我发现了 就是我一个关系 特别好的一个学姐 就根本就没有我们 我之前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 关系特别好的学姐 你知道吗 他一个学姐而已 他就可以半夜去他家修电脑 他就可以在他学姐生病的时候 给他煲汤 他学姐下班下雨了还可以去接他 那到底我是你女朋友 还是你学姐是你女朋友 是不是所有女生 你都可以这样对待 你肯定看我手机 是 我是偷看他手机了 我真后悔我没有早点偷看他手机 因为他们这样的关系已经持续有一年多 一年多 但是都是他来主动找的我呀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不懂吗 好吧 我承认他确实对我有好感 但是我也拒绝他了 因为我有你了 那所以男生有没有告诉过你他学姐跟他 他没有 因为我怕我告诉他了之后 然后他就会多想 所以你选择想要自己处理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我自己能处理好 你觉得你们平凡的联系就是你的处理方式吗 我之前是有想过接受他包容他 我发现我真的做不到 可能我有精神洁癖吧 我觉得 那我们今天爬山逛街不是吃饭都挺开心的吗 那些我只是想完成我自己的一个心愿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们把它删掉 我们把它忘了一干二净 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不是所有爱情都能修成这么多的 这枚戒指对你们俩有什么意义吗 这个戒指是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 然后一起去逛街看到的 然后当时我说我特别喜欢这个戒指 然后他就给我买下来 他说他想买下这枚戒指 然后以后好好赚钱 然后用一颗很大的戒指跟我画 然后向我筹筹 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必要了 六年 六年时间你真的就这么舍得吗 我舍不得的是我六年的青春不是你 你真的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们之间真的已经没可能了 分开你就不难过吗 如果你早知道我会难过的话 我们还治愈成这样吗 那时候我们都太年少 谢谢大家 谢谢节目组大老远赶到杭州来 谢谢你们 然后我这边还有事 那我就先走了 好那你路上慢一点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你有想好怎么处理这个戒指吗 我有点懵 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以为他叫我来是复合的 如果你还没有想好的话 或许你可以把它交给我们 就等你以后想清楚了随时来找我们拿 不想应该没有以后了 不想应该没有以后了 应该没有以后了